期待已久的《中国好声音》2022终于开播了 作为一档王牌音乐选秀类综艺节目 《中国好声音》走过十多个年头 导师们换了一波又一波 到了新一季的《好声音》 导师早已不是最初的阵容 新一季的导师有李克勤、李荣浩、廖昌永和梁靖茹 除此之外还有见证人刘德华 不仅如此 在第二现场还有西琳娜一高和黄霄云 《满打满算》共有七位导师 这些年来 从《好声音》的舞台走出了太多歌手 这档节目为华语乐坛输送了不少新鲜血液 张碧晨、周深、极客军艺、吴莫愁、单依纯等 都是从《好声音》走出来的歌手 依旧在乐坛活跃 然而在看了第一期之后 观众却倍感失望 《中国好声音》2022口碑之所以大不如前 究其原因还是出现在学员和导师身上 两者没有一个有看点 唯一给观众感动的 还是跟刘德华隔空合唱上海滩 这档节目第一个令人失望的地方 是没有把刘德华请到现场 在官宣阵容的时候 多少网友在看到刘德华的时候 倍感兴奋 作为一代人的回忆 刘德华为华语乐坛贡献了不少 当看到刘德华以见证人的身份 官宣加盟该节目的时候 网友们都在期待 是不是刘德华会在旁边当个指导 偶尔发表一下看法 遇到心仪的学员还可以按下复活键 可谁知道 节目组请刘德华不过是当个噱头而已 他没有到现场 只是跟大家隔空对唱 给这一届的学员加油打气 可能华仔只出现在第一期前二十分钟吧 难怪刘德华是零片酬出镜 除此之外 这一届的导师 抢人的画面太过于尴尬 有时候抢人环节 无聊的想要快进 这一届没有纳英和汪峰 这两个话题大佬在 节目组只能从抢人方面下狠手 梁静如作为新人 第一次当导师 但到底还是活跃过了头 生怕抢不到学员 一整期都在转身 然而选择他的学员却不多 最让人无奈的是 为了加大抢到学员的几率 梁静如总是打断李荣浩的说话 导致李荣浩每次话说到一半 不得不停下 要知道李荣浩作为老人 在节目中不仅是导师 还兼职华哨的工作 负责串场走流程 带动现场气氛 话讲到一半被人打断 的确很不爽 就连弹幕中都有网友 忍不住吐槽 梁静如是不是表现得太过了 总是抢词 显得很没有礼貌 但话又说回来 正是因为梁静如的话多 活跃 给节目增添了一些看点 作为一个新导师 在一开始就有这样的状态 的确很让人意外 因为他的敢于抢人 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欢 才让其他导师有危机感 廖昌勇不算新导师 毕竟去年的比赛他参加了半场 虽然说的有点惨 但这一次他显然有备而来 因为他拿的是纳英的剧本 就连抢人的词都如出一辙 为了抢到信仪的学员 他甚至坦言自己背后有强大的制作团队 还把学院派的资源搬了出来 可谓是拿出了杀手锏 而这些不就是纳英惯勇的方法吗 毕竟小二班被纳英说出来了 不止一次两次 但可能是流行音乐和美声 还是有所差别 学员们更注重的是 名气和流行唱法 所以不太乐意选廖昌勇 就连第一期盲选学员中的 唯一的音乐生 也选择了其他人 但这并不影响廖昌勇 在节目中的地位和人气 毕竟选他就是赚到 谁会错过大师级别的教课呢 李荣浩和李克勤依然有梗 但因为两个人都带出来过冠军学员 所以他们更加谨慎 不到特别喜欢不会转身 所以有时候更像是看热闹的存在 这一届的学员就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出圈的没有 能给大家惊喜的更是少之又少 甚至没有看点 上一届至少有五个月 王静雯作为话题担当存在 并且两人都有实力 但这一届整齐看下来 有印象的也只有嗓音 比较像林俊杰的那个大二学生 其他的基本没啥辨识度和印象 最后再多说一句 第二现场的西林娜一高和黄霄云 的确没有多少必要 如果上一季还有导师助理 这一季他们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甚至于让人觉得有点凑时长 总而言之就中国好声音2022首播效果来看 并没有达到观众的预期 就是不知道后续出场的学员中 有没有比较厉害的 再出一两个像周深 善依纯张碧晨这样的学员就好了 你说呢